看看新闻榜 短发搭配白色西装 显得个性十足 而胡歌的潮男装扮 也让人眼前一亮 一向以清纯著称的周冬宇 当晚却走起了成熟路线 一身蕾丝相间连异群 很是抢眼 而几位老戏骨的登场 则掀起了当天 红毯上的第一波高潮 四亲刚娃和沈丹萍 结伴而行大气沉稳 李雪剑 蒋梦杰组成的 百年情书剧组 则气势逼人 漫长江的亮相 引来现场一片欢呼 而随后登场的黄红 则以其军装 显得十分英姿洒爽 今天特别开心 也特别荣幸 能够跟我的偶像黄红老师 一起来被白鹤奖开奖 其实我今天除了开奖之外 我还有一件特大的事要宣布 虽然刚才被我已经说了 但我还是要报一次 那就是黄红老师 刚刚被任命为 八一内影制片厂长 恭喜黄红老师 相比一身正气的黄红 同样作为开奖嘉宾的潘长江 则与身边的杨童书 邱永利两位女演员开启了玩笑 原来两位女演员的身高海拔 实在惹眼 搞得潘长江压力十足 能跟两座美女峰站在一起 开这个角落心里适合的痛苦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两个海拔太高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 我也很羡慕 而当晚最令人感动的画面 则出现在老西谷李雪剑得奖的时刻 凭借百年情书一片 李雪剑荣获了优秀男演员大奖 其实作为导演来说 当然也希望做大制作 但是其实更希望有一个平台 拍我自己想拍的作品 所以其实对于媒介来说 大荧幕也好 小荧幕也好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想拍什么 这部影片可能对于电视电影来说 百年情书已经算是大制作了 对 娱乐新天地流利北京报道